其实之前五月也分享过 那你们在也设计点的时候 说那个一博是就要加了我们这个飞行曲嘛 但是其实在之前 就这点我们自己私下也聊过的时候 我就觉得一博在这点上真的 就是让我觉得也我都是很很佩服他 因为大家知道 他身份会比较的敏感一点嘛 作为这个现在顶流这一款 因为当时我们当时拍的时候 在那个Gloopy 然后呢我们也都在自己的帐篷里面 然后像一博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专属的休息区的 但是在我们印象中 好像除了第一天他在自己的休息区开过 剩下的时间他也没有在那休息区开过 他每天和我们一起在我们的帐篷里面 我们小朋友成员每天就在一块吃 聊天私生活圈在一块 然后他是怎么进来的 应该 所以我们开始是就 以前那天在Gloopy 然后呢我们就是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一块拿着饭 然后吃饭 然后呢你给我拍完他的镜头之后呢 理论上吃起来 他也出他的休息区吃 然后就给他的健康 进来就站在那里面 然后也有点局促 因为没有他的椅子嘛 我们自己的人 我们印度人其实已经站了 然后他也在那里面 讲上拍拍摸鸭 哈哈哈哈 我想他会干那个 这里面我呆一下 然后那个 我们就说 那一锅过来坐 过来坐 过来坐 我们就说 刚才马蚁过来坐 然后他就在那个 我拼那个桌子的角落里就坐下来 然后那个 他的工作人员就问他说 呃 吃饭 是咱们 是 刚才我们那边吃 还是那边吃 我说 就拿过来 他就吃了 然后他那个角落 在那个角落 在那里放了一点 在那里 做着吃 我们说没必要 我赶紧捧出来 我们就等于说 就带一块起来吃 从那以后 就每天 基本上所有的吃饭 全在一块吃 然后一伯呢 他吃的不是特别多 然后剩下的都是被 陈威娃 全那一块吃 你家每天的肚子才能剩 呃 一伯你现在还吃吗 哈哈哈哈 一伯你这个 鸡胸肉还吃吗 对对 然后陈威 陈威 你家也吃了 然后后来 一伯每次吃完 就会问 哎 那个你家也吃了 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全吃呢 是那个健身餐 就是 肉丸 肉丸 没有什么油啊 饮量啊 很素 但是呢 因为吃久了 说实话 还是有点馋的 然后我们有时候 像工作人员 会做一些 开小道 做一些什么 打卤面 然后有时候 还抱歇脚 或什么 然后我们有时候 都会 偷偷吃一点 然后接点馋 但依托在这点上 我也什么配合 从来没有吃过一口 他那个 教练 安排着健身餐 里面 也很厉害的 太多的自觉 是不是 我再讲一个 那种小队的成员 又是战友 就是如果你的关系不好 就很难呈现出这种 团队的感觉 他好到什么程度 给我们啊 就是 一般我们健身 在酒店里面的时候 器械洗 少 我们就会去外面的 健身房间 然后其实我们几个 去健身房间 就外面的 店都觉得还不可以 但是一过去 可能就觉得 就是 对 一般就不会说去外面商业 因为很麻烦 你看去的话 会引起这个 骚动啊 那种 对 对 对 就是 人家会 都关注到脏 但是他就完全 不 你们在哪里 告诉我 我去 他真的就是说 他也不在乎这个人 就也有其他人在那里 他带了一个帽子 他就为了想要跟我们 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就真的是 你不在乎那些人 就是 就是 特别的 对 因为 就是那个时候 你想连 因为他的确是会 就是出现那种 入场 都会有一些 不太方便的情况 他就戴着帽子 然后戴着口罩 你想锻炼 戴口罩 就像板牌手 两个六小时 他一直这么连 所以是 真的 我一直在乎 我一直在乎